不学无数的故事 霍光想去告发此事 但又不忍心妻子被治罪 经过一番思考 他还是把这件事情隐瞒下来了 霍光死后 有人向汉轩帝告发此案 汉轩帝便派人前去调查 霍光的妻子听到消息后 决定召集族人策划谋反 不想走漏了风声 汉轩帝派兵将货家包围 将他们满门抄斩 后来 这个故事演变成了成语 不学无数 意思是指 没有学问 没有本领